这个我写这篇文章是2月23号写出来的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那个佐利克 不知道那个信息 他还没来呢 我一看我就是 我这写就是他从2月6号到10号 他们开了五次座谈会 那么这个座谈会就是要搞这个新36条 我一看这怎么又搞上私有话了 这私有话不能再搞了 刚才这位丁教授我记不住 刚才他就是想起来就是通干工人 这个你讲的这个 这个私有话不能再搞了 因为这个私有话一搞 您也说了这个是中小企业 听到秋风少落叶似的 哎一下都变成了 当时提的是什么 就是一包就零 是不是这样 哎一包就零 这私有话怎么搞起来的 就是那个我最记住了 就是叫余光远吧 余光远是阳光春秋的顾问 这里边都有 那么我为什么说特别敏感呢 还不知道他有这个 有这个左立克的这个后台市航行长 另外再和那个毛以士 毛以士是原来我们科学院的 我们最后老同事特别熟悉 他这个解放出击 他就要走资本主义的好和我们那老干部总辩论 所以打分又派他说打得太准了 用不到平凡 我本来就是 因为什么他敢于这样洋洋自得呢 就因为我们当时走的道路 就拿我自己 我的看法 我认为不叫什么改革 我就是照搬照照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 是吧 卷缘争相 咱们不都是搞的这个吗 我不佩服 我佩服的是重庆 那是在国家社会主义 你要怎么完善的 资本主义社会有什么好的管理啊 或者他的社会的治理啊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促进生产的发展 值得我们学习吸收 充实我们社会主义经济 因为我们单纯的计划经济 我是肯定的 但是不能太死 你像我这时候过来的 买新的设备不行 你可以修 修的钱比买新的都要贵 过去他就算计划就那么样的死 所以 那么重庆我最佩服他 他到关键时刻了 我们也上重庆了 那时候就有一个网民 他叫文化红卫兵 他说了 重庆模式是我们中国 尊业会议 怎么样扭转 那么重庆搞得这么好 这几年震动了美国 这里边都有 咱们你们社科院的 就有专题组 那个叫星向阳的 挺棒 他这个现在竟在 共同富裕 大家谈那个栏目里边 有时候做主持 经常常参加 我认为人家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呢 怎么想到我们国家的前途 怎么要解决当前 他讲话就是这么讲的 我记得特别深刻 当前不解决两极风化的问题 不能等不能拖 如果你再不解决 根本不可能社会稳定 必须要解决 重庆能做到的事 其他各个地方都能做到 关键就你的思想问题 那么重庆这样都引起 美国的重视 就是像美国有一个城市 也有水有什么事 芝加哥是什么呀 那个城市 是不是有个芝加哥呀 有芝加哥 就那么美 说重庆将来不得了 是当前世界发展经济 最快的之一 很不得了 那么我们 薄熙来说的是什么 他是这么讲的 资本主义国家 可以讲平等自由 不爱民权 民主 他就不敢讲 共同富裕 这就贺唱着本质 这个区别 重庆在我们国家 今后这么一整 那就真叫有特色了 是有我们社会主义的 主要的本质 又有资本主义国家 比如说 是我们的市场经济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不完全 那么现在他们搞的 我为什么说不配合呢 没有思想 拿出来这个 拿出来这个 就这么做 而重庆是有思想 是有实践总结出来的 那么十八大 一看重庆这么办 不但薄熙来和黄契帆 搭配的好 最近黄契帆在网上也被追捧 那是真有水平了 人家讲的话又简单又明确 黄契帆的讲话 那么重庆这样做了以后 那自然老百姓 往您我看到的 我倒不完全都同意 让薄熙来当总理 那是不可能的 接班人 党规定的 那就应该是习近平和李克强 但是薄熙来只要进政治局常委 那没治了 这家增加多大 他有这十件经验 再把黄契帆 因为我到重庆去回来 在重庆看到五一 五月三号 五万国 我都买了 花一万块钱 我就留着 你们看看 人家这个法律体系形成了 不搞西方政政那一道 是不是 这个就是那个五不搞 最后很明确 什么三权鼎立 利监制 这都不搞联邦制 也不搞私有化 那么重庆 是这个是2011年 咱们去年去的是五月份 五一去的 重庆就挂上了 他那个人 那个人民剧场 是他那个 最高的那个大剧场 人民广场 国企植村 交响音乐会 国企大舞台 那个标语那么长 那个大字 我一看 在那广场 哎呀 我马上就想起来 五八国 我们国家 大家都知道 把国企搞得 就剩百分之十几了 那么 以五八国这么讲话 重庆这么一上 重庆所以能做到今天这样 主要就是国企 逐渐逐渐的恢复 黄七番 那是搞经济 在上海锻炼出来 为了黄七番 现在我上网查他的经历 人家十六岁 干了六年到二十二岁 在交化厂 独间工 练交工人 这么一点一点上来的 所以黄七番太了不起了 我那文章写的这是交响应议会 人家就是要开交响应议会 我尽点理他了解 隔北京请来的 那为了什么 那就是为了国企要恢复 把国企经常搞进去 国企是我们国家的命根子 是共和国长子 你不依靠国企行吗 大家回忆回忆 是不是头几南南方有过下大雪啊 我们的煤炭供应不上了 那多么紧张啊 那个咱们的胡总书记 是不是到煤矿底下去了 我从电视看的 春节期间 正好散心煤矿 重组整顿 那人家给他压缩了那么多 他们就是反抗了 春节期间不上班 那总书记急着你 这煤炭的储存量都不够了 工业生产名上的都着急 到国企讲了 一到下去国企矿 矿长说了 我们保证不休息 胡总您放心 胡锦涛就拍着那个 那个矿井的队长 那江南桃市矿长就说了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这个关键时刻 私有意掌握了 他给你撂台 行吗 再看看咱们房地产商 这个房价是怎么压下来的 我自己也不明白 为什么非得让国企退出 开他这个房地产 这一项 挣钱就不许国企 必须都得 所谓用民营 我问了几个我们都 什么是民营 那就是人民呗 我说这个民营就私人 私本家 资产阶级 很多人都给糊涂了 都不明白 就给受骗了 那么重庆 政府抓过来 你看看现在重庆 全国 明点前茅都羡慕 走在前边了 老百姓也都稳定了 现在重庆搞得这么好 是不是就是重庆 就是自己非要这样做 主要的就是薄熙来 和黄继帆合作特别好 把重庆的干部 把重庆老百姓都带动起来 我在网上写过 我最欣赏重庆都欣赏 我最欣赏一带 我认为这个时代 薄熙来做的比毛泽东思想都厉害 说哪一边最厉害 结穷亲三级三农 深重自己的工资里边拿出钱 而且有指标 部长级的至少三 局级的两个 处长级的至少一个 节假日送钱 那电视都有 包括小红包 买油买面 买粮食 还有买衣服 给孩子 给学生 给老人 这过去革命 我理会的 我们共产党竟革人家的命呢 地主 资本家 资本家那是改造 没问题 农村要是厄霸地主都得斗 完了分田分地 最早也是减都减西 那么现在你共产党两极碰化 你这样呢 人家薄熙来就敢于这么做 那共产党原干部也都跟上了 能这样做 那就革自己的命了 你得真正分你的吧 你这太富了 实际上重庆不谈无腐败 他也不富 但是相对就是富了 做到这一点多么不容易 但是我们自己的队伍 还有人说人家 是改良 不接受 虽然要都回到公有制 那最重要的 我认为老同志都比我 我就是一个年龄大 不是老同志 老革命 我坦率地告诉大家 我信仰共产主义 信仰社会主义 但是我本人要求入党 没批 我也就不死去翻列路了 因为我留这个信仰就行了 所以这个重庆搞的这个 那是真正的 比毛泽东思想再现代 那就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在去重庆之前 薄奇来是当代 践行毛泽东思想的应用棋手 我很感谢吴有之乡的 小年轻的这些编辑 把我还收起来了这篇文章 点击率一下将近两万 收到什么那问题里边去了 现在我这么说 大家也都听明白了 是不是我的肺腑直言和感受啊 那你共产党就来整个的了 你说这样下去 现在看看有多少个省 是学重庆干部 我们也要 接重庆有吗 没有一个 既得利益既短 绝对反对 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国家 一看中国这个特色是真灵 他们很害怕 全世界哪个国家 都是反对两极风化 今天我看那个网上有文章的 美国国会通货了 不许占领华尔街了 再占领华尔街 重庆 看见了吗 所以从这一点 他必须要否定重庆 因为他们认识到十八大领导班子一定了 那在这个基础上 重庆已经 为什么前这个中央 要我刚才说有过 这个星向阳 很多著名的专家学者 还有叫李 李什么的那个 农村的那个挺棒的 四十来岁 当过农村的县的什么的那个 李昌平 李昌平 还有那个叫温 温天 都是重庆那个共复大家 栏目组织啊 主要的 全国都去了 怎么去的 那不就是 中央政局常委都去了 这是最后 李延潮 他三种身份 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中央政局委员 中央书记 他应该是 中央政局里边 很重要的一员 就相当于政治局常委 他是四月份去的 我们是五月份去的 他对重庆这一系列 完全支持 最后说 重庆的经验 在全国都能推广 九月中型开始的 重庆共复大家谈 这一次 重庆代表团的发言 我终于看了 说温家宝总理 里边有很多的 有几项重要的 都是我们重庆实践的 这不就进去了吗 不就推了吗 比如说 农村户口进城 这个问题 已经进来了 进来 这个政府里边 都有这些东西 已经在做了 所以那些资改派 那些西化派 既得利益集团 必然要抵制 更重要的西方 帝国主义势力 他们勾结在一起 那个 毛已是 是我们铁道科学研究院的 我们的都一说 他谁都知道 老龙都知道 他拿那个 美国的那些个 基金会什么的 这些个都是拿 特务的 这个情报的 那些 他们 在两会之前 要想制造混乱 让大家 另外我还看到一点 他那个 佐利克报告 那个标题是 2030年 现在是2012年 你们那么有本事 你们能遇见到 18年 将近20年以后 你们怎么不解决 你们的经济危机 另外就 鼓掌 是不是啊 你去 另外 我们只要是个 中国人 有点民族自尊心的话 我们重庆经验 已经成熟了 而且是通过 实践我们的 这些个经验 重庆这个模式 这么好 是接受了 我们过去的 错误的东西 失败的东西 好的东西 有些保存的东西 那是比较成熟的 那么你们呢 就是你们那个 什么西方的 自由主义的经济 那一套本本的 和我们国情不相符 你们来指导我们 干什么呀 我们需要 所以刚才这位同志 丁教授 讲了 他叫 陆建国吧 这个小年轻的 多么勇敢 但是现在网上 他在兰州电视台 请他去了 完了就说 他不是 那个民间学者 你是大学毕业吗 你有大学文明吗 他们就这样来 估计他 所以 我今天想跟大家 讨论什么 一个问题呢 就是这些人 叫 有人精英 这个精英 咱们刚才都讲都知道 实际上是谁呢 就以 于光远 我在洋黄春秋看 我才明白 他说知识分子的属性 标题是这样 我就 看了 把这个贪物买下来 我就看 我说 他的知识分子属性 什么意思呢 那他们就恨 毛主席 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要和工能结合 他说 毛和皮的问题 知识分子必须改造好了 附在工能身上 那是毛 那是皮 他们是毛的附上 他反对 他说 知识分子就是一个阶级 独立的 也就是我们 大管家 所讲的 我是 公共知识分子 是不是啊 大家都知道 另外在网上 有这个文章 国外的西方帝国主义 把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 还评比 谁好 还摆了一百名 是多少 那么在这个呢 就在纪念毛主席 我把这个文章 本书拿太沉了 我拿不动 我就把它引下来了 关于重庆这么共赴 重庆共赴这个模式 正在全国人民绝大多数都愿意种 共同富裕道路和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时候 这个 他们写出来什么文章呢 是这个 分蛋糕 做蛋糕 分蛋糕 做蛋糕 还是 偷蛋糕 抢蛋糕 我记得我印下来了 我现在我再找别人 这儿了 留在家看 这就洋黄春秋 你报网上没有一篇 博他这个文章的 我本来想写上了 你看看 多么露骨 你看这标题就明白了 你要共赴 他就说你抢 说你偷 大家看看 这是不是这么写的 是吧 偷谁了 抢谁了 那既然要走共同富裕 不管能是国企作为基石 那那些个私营企业 税收啊 富人啊 都要高征税啊 这什么的 是不是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 今年十月 去年十月份这一期 等等 所以这个阶级斗争 然后周古城 老同志都应该知道 谁是周古城吧 了不起的历史学家 毛主席的好朋友 他是中国工农党的 这个最早的主见人 他就写了 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关怀 他这个标题是纪念 就是国内外纪念 谈毛泽东 骂东 崇拜毛泽东 这些文章 标题是 与毛泽东 对谈文史哲和哲学 本文转自中国 出了个毛泽东一书 解放军出版社 1991年版 第120到126页 那我就看到什么 开头 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关怀 对百家争鸣的倡讨 以及他学识的原博 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最重要的是在哪了呢 是在这一段话 整合于光远 对 对 你真棒 吃饭的时候到了 就是这篇文章 最重要 大家注意听一下 主席站起来很风趣的说 我请客 周先生 同我坐 我于是坐在主席的右手旁边 期间 我称 唱片 向主席汇报一件旧事 就是过去老事 说 在五四运动时 我称同清华大学学生 开过一次两小时的辩论会 我主张人类社会中 不应有单独的知识阶级存在 主席沉默了一会儿说 哎 几十年马克思主义的训练哪 意思 记很早的时候 周古城 他说 我就指自己 也接触过马克思主义 我听了 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像这个李锐 还有这个余光远 他们这些 他们一直监视的 就是这个知识分子拒绝改造 要单独的阶级存在 知识阶级存在 就是现在的精英 就是他们要主宰世界 这就是现在争夺领导权 认为 我在五七年反应 那时候我才二十几岁 很年轻 当时我在科医院 从现场调上来的 当时我就记得 不明白 毛主席为什么发动反应 就是因为他们说了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拿到现在来看 他的知识 阶级 我不是为你功能的 所以我是 这个 用这个毛一世的话 他说了 我为穷人办事 为富人说话 是不是有这个 他认为他标榜 他自己就是公共知识分子 他把这个穷人 他办什么事了 他要盖房子 联中房 没有厕所 你们都得上外面去 这是网上公开的 另外他还说过 现在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 百分之五的人富了 是有产阶级了 我们主张立宪制 由我们来主导社会 但是 百分之九十五的人 非常崇拜 毛主席思想 这个就是不安定的因素 所以他拼命的反对毛泽东思想 就在这 只有把毛泽东思想搞倒了 老百姓都糊涂了 跟着他们跑了 现在就毛主席再次证明 那叫运什么呢 那位老公 运人祥 运人祥 不是写文化大革命吗 现在我们来看看 毛主席反右派 对不对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 现在来证明就怕这个 右派资产阶级分子 资产阶级党内修正主义 他们还都骂共产党 骂毛主席 还赖在党内不走 他就是要掌握这个政权 太危险了 我今天想说什么呢 我带来这么些 不可能这么多同志 我就想说 我们应该想点办法 管这么议论不行 另外呢 今天 我看那是谁发了文章了 那个 李 李荣龙 今天我就给他赶紧就下载 昨天 晚上我下载的 找个我自己叫那个 那个电脑不能下载 李荣龙打破沉默 接受采访 称不赞同四行 建议的国企重组 多重要啊 李荣龙是原来这个国子委的一把手 那么 他现在是全国政协的委员 记者 好些个几家媒体采访他 他回答了 南独保 他认为 这个国企不能够再重组了 国企对国家贡献很大 另外呢就是 阳企现在 他本身 啊 这个 已经就是带动了 比如他主要一个例子 东风公司 我不知道是什么 汽车 他以这个为例 160多家中小企业和他配套 没有160多家中小企业 有东风公司吗 东风倒下 160多家不也倒下了吗 我非议这160多家就是私营企业 中小企业 这不就已经都组合的很好了吗 你还组合什么呀 那李荣龙能谈这样啊 我觉得 已经是正面的来回答 很了不起 他一直沉默 现在 这个也是 老张 这也是一个很有力的战斗 对不对啊 他有分量 又是政协委员 那么呢 李荣龙他又说 我不赞同左立克 应该好好的向我学习 你看多棒啊 人家就这么说了 李荣龙说 让中国向李荣龙来学习 中国需要进一步重组国有企业部门 拆除竞争行业中 垄断的寡头 垄断企业 在必须实行垄断的领域中 引入必要的监督 以确保市场力量不被滥用 也不会成为对经济的拖累 您赞同他的观点吗 这是记者提的 他说他要向他学习 美国企业搞得怎么样 都搞垮了 还来说话 过去左立克 左立克来反问 那时候老夸奖我们 说我们搞得好 不过我告诉你 世行出这个报告 有背景 他是回答记者 不是回答左立克 因为光央企进入世界500强 去年就有38户 就是201年38户 在前十名 我们有三家 分裂第六位 第七位 第八位 我上问的时候 上任的时候只有其货 这些企业的世界影响力 他们都感觉到了 你再过些年试试看 还会有一批进入 而且名次都靠前 这是他们感觉到最大的威胁 李荣荣谈去这些 我赞成 但是有一点我不赞成 那个就给提出国企老总的 工薪酬太高了 他没说 大概是几百万每年 几百万 而一个部长 连个副总理 无疑都是一万五六 就是这个情况 但是他说了 那没有这些人 那你这个 不就人才就让人跑了吗 那重庆能做到 都自个拿钱 结穷金钱 我们就招聘不到 好的又有思想 不是为钱 是人才搞国企吗 我觉得这个 我们国家最缺的是这个 怎么办 我认为我们的哲学都丢掉了 我们的电视资源 都被人家那些个精英嘛 就现在资产阶级 唯一的 一同夫妻二人 和外国人结婚的 那就了不得了 就占那个视频 就左频右频 那个叫英达呀 实不应当改革呀 你这个资源 给我们老百姓 学点哲学好不好 我们怎么能做到这一点 就看我们发表文章 力量影响太弱了 传立不出去 我们必须在这种媒体 用什么提到 争取我们的平台讲话 你说那个他浪费不足 说那玩干嘛 你们看过没看过 就讲这些玩意儿 另外再有呢 我认为那个 那个国资委啊 他应该聘一个指挥的好 我认为 那个重庆 我看的标译是 国企之村交响音乐会 我认为我们国家 现在真需要 交响音乐会了 交响音乐会也有 小的微型企业 中小企业 这都有啊 那谁指挥啊 我认为人才现在 是黄金帆 咱们怎么想办法 也有咱们的发言权 得这样 挖我现在有点急了 挖咱们发表文章不行 大家这方面多想想办法 好 谢谢